中年號聲音2,在2月11日大年初二播出第21集 今集是陳慧恒金谷賽的下半場 14強的選手,有6個選手未出場 上半場留在危險區的包括黃月、劉可、陳倩廷 黃月,大家都認為是出局,沒什麼懸念 但只剩下劉可和陳倩廷,兩個雙雙都只有79分 所以今集的焦點是,究竟劉可和陳倩廷可否出危險區 另外還有第20集片尾的預告片 是張家典給了20分某個選手 還有肥媽也說看到哭 所以這都是三個焦點所在 今集除了點評六個參賽者表現之外 也想和大家分享幾點 第一點是,劉可出局,真是宴致肥腹 第二點是,TVB的宣傳片,真是令我重複 第三點是,究竟陳倩廷是否值81分呢 之前網上傳了劉康十強止暴 真是言之鑿鑿的 大家都不太相信 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劉可 劉可的粉絲都不相信這是事實 好,同樣是79分 善廷、劉可 經過評審退庭商業後 有請Tam Sir公布 我們要淘汰哪一位 這絕對是一個很困難、很痛苦的決定 也不是一個一致的決定 剛才媽媽說有點傷感 為何以前的舞台有很多人 為何越來越少人 今天要離開中年號聲音2 這個舞台的是… 劉可 劉可離開時,其他選手都在哭 但劉可反而沒有太多傷感 他自己好像早日心理準備 反而非常感恩 他最開心是見到陳慧嫻老師 然後有多謝家人、朋友、粉絲 以及彭嘉麗老師 說得非常得體 主持的阿車丸丸 反而耿煙地說了一番多謝劉可的話 劉可可能是一個亂張的人 完全令人猜不到 很喜歡他給節目很多刺激感 相信這些可能都是很多劉可粉絲的心聲 劉可離開中年號聲音2的舞台 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 但我認為劉可的出局 快現至非福 可能劉可的人氣 禁性 TVB也知道 所以節目結束後 TVB就在YouTube頻道 立刻出片 就說回顧劉可在中年號聲音2參賽的10首歌曲 這個動作 好像很罕見 之前未見過 出了局就出了局 怎會有 立刻製作一段 是回顧的片段呢 你又不見TVB 將一樣在14強出了局的黃月 製作一段影片 上YouTube 看來無線都知道劉可是有市場價值的 但不知道是否有人霸體 還是其他因素 我看到 這段影片出了一天 點擊率又不是太多 只有30萬多 相對其他影片來說 三萬多的點擊率 就實在不是太多了 另外TVB 又繼續被很多job劉可做 之前有在MV的影片 最厲害的就是年初三的馬場show 雖然我沒有去現場看 但是看到 其他YouTuber上的影片 看到現場的氣氛相當熱烈 劉可在現場的風頭 簡直是蓋過其他中一中二生 看來劉可出局 不用再受 評判似是而非的評語局限 劉可 又開了自己的音樂工作室 發展的空間就會更加大 可能創造性更加靈活 就會給觀眾更多不可預測的驚喜 這些美常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說劉可出局 真是焰之非福 我每次製作 《鐘頭好聲音2》的預告的時候 主要參考幾個資料 一方面就是TVB的宣傳片 第二就是每集片尾的預告 第三就是TVB娛樂台的娛樂新聞影片 第四就是賣TVSuper的節目 預告文稿 再加上我的推測 就出了我的預告片 上一次出21集的預告的時候 我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去看 怎知道TVB的宣傳套路 經常都是實質虛之 其實我也不止是第一次中伏 為什麼這次我又中伏呢 因為在第20集的片尾 就播出Tim Sir 就說把他第一次的20分 給了其中一個選手 你將我的中年好聲音的第一次20分 奪到我 Thank you for the performance Thank you 想喊呀 哈哈哈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让我制作每一次中年用声音2的预告 就是米TV Super 在逢星期四下午一段时段 就会列出下一集的简介 上星期四,我们看到米TV Super 就这样说 王健文说 万人欢乐,唯独我静默 腿鹿王健文的吉他弹唱 换出新风鸡 这原来是正面的评价 还有沈宗妍大胆改编 为月亮注入激昂正能力 所以最初见到他预告片 又拍着这两个人 所以我猜这两段评价都不错 加上听到王健文的一句 唱得非常好 所以猜王健文的机会很大 得到Tim Sir20分 大家再看真一点 谭暉子是这样说的 点唱关于思念家人的归来伯 谭暉子真志演绎,换来评审大理事 就由于大理事这个 我就猜,是不是真的 大理事等于20分呢? 原来真是的 TV比较算玩了 当Tim Sir说 说给谁20分 完全是没有拍着谭暉子的 以后都知道他拓脑 实质虚之,虚质实之 当然,上次我预告的大包围 猜这三个 就是王健文、谭暉子 和沈宗言这三个 有机会得到20分 结果 都猜到一个就是谭暉子 以后做预告片 真的要省省省省省省 看看TVB影片 其实很多次都不是的 上次他说到 你做很多功课 给很多 拍着陈慧嫣 对着刘威文说 其实他这番说话 是对着王健文说的 才对的 所以以后看TVB的预告片 真的要省省省省省 好了,接着就讲一下 六个选手的表现 首先我会讲一下 五个评判的评分 这次评判的评分 幅度比上次更窄 可能上次因为 黄月的分数特别低 第一个,周国锋 他的分数是由16分至18分 幅度只有2分 他认为最好的就是 谭暉子和王健文 最差的是陈燕娜和柳威王 陈慧嫣分数也是很窄 由17分至19分 认为好的就是谭暉子和王健文 因为差的是三个 陈燕娜、沈宗妍、柳威王 难道他真的觉得陈燕娜和沈宗妍、柳威王 是相等的? 但好像又不是 我觉得沈宗妍和柳威王 应该比陈燕娜更好 如果陈慧嫣比较低些分 陈燕娜比较低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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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娜比较低 room 陈燕娜比较低Green feature 陈燕娜比较低 就是由15分至17分,认为最好的是四个相同 龟楼伯,谭辉智,黄建敏,沈宗盐,刘威王 以分数来说,就真的没有分别 但是在我们其他人看来,好像也不是 谭辉智,黄建敏似乎高一点 而认为最低的陈彦娜也有15分 如果有14分陈彦娜,陈彦娜也很大机会 进入危险区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谭辉智 他就宣唱了《龟来伯》 最初说陈慧嫣金曲,大家都很担心 会否是女歌男唱,男选手会吃虧 但是这次的表演就推翻了这个假设 这次谭辉智将这首歌也挺难唱 因为这首歌要唱出一种感觉 而且这首歌原本有些山歌的味道 还有一些敏南话,女人很想念丈夫 她很聪明,撇掉了这些歌词 将整首歌就改变成为她自己的风格 谭辉智我在第四集的点评 已经说了她是一伙还没刁夺的宝石 我还没看错她 她很不做作,而且唱歌功力很深厚 真的很难相信她是一个 未参加歌唱比赛的素人 这首歌也唱出了当中的感觉 而且发挥得非常好 还有她的处理美音方面 也会处理得非常好 例如家、他、把 处理得非常动听 而且音很稳 不会像其他歌手那样 尾音飘飘下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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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还有,我觉得谭辉智某程度 好像上世纪80年代的关键 就是自然不做作 唱歌功力足够 你不会觉得唱歌唱得很辛苦 而好像很轻描淡舌 就能够唱出高音低音 还有,我觉得她的样子 有点像张志琳在某个角度 这次她真的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演出 还拿了张佳队的第一次20分 所以上次预告片说她拿大利士 我都觉得她有机会拿Timssir20分 最后还拿了MVP 如果按看走势 徽智某程度的机会高唱入魂 至于可不可以拿到更高的成绩 还有很多因素 第二个说的是王健文 她选唱《我寂寞》 初来看预告片 就已经被她的外形 和一两句歌声吸引着 王健文是非常用心的歌手 你看她 她为了配合这首歌的演出 又或几天不去看表演 然后整个表演都看到很浪子 很颓废的感觉 完全是配合这首歌的演出 而这样的造型 她有沙家的地方 就是会弹吉他 如果她将在决赛时 适当运用弹吉他技巧 相信她会获得评判的好感 是比较高分的 王健文真的越赚越勇 好了,说回这首歌 其实她的歌曲 亦是女歌男唱 无论是正歌或是副歌 你看到王健文 每一段都刻意 有明显的变化 每一段有不同的层次 即是花了心思 如何揣摩这首歌的演绎 最重要是能带出 一个男人寂寞的感觉 类似张学友 也有一首歌 例如说的男人寂寞 寂寞得男人 好像这样的歌 也是一种感觉 她能够将这个男人寂寞 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就得到90分 好像她第一次得到90分 但是Tim Sir 如果用她的标准 给谭暉子20分 没理由给她 只有18分 这么少 如果以她的水准 应该可以给她19分 都可以的 陈慧嫣就给她和谭暉子一样19分 如果今次要选MVP 陈慧嫣给她 我就不会反对 谭暉子也设过两次 其实比一次黄建文也好 第三个出场就是安瓦熙 她选赏叶基 之前可能对安瓦熙的期望很高 所以今次她的表表 真的令我有点失望 安瓦熙唱广东歌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咬字的问题 这首歌里面 有很多咬字都不太好 另外 不知道因为今次她的首歌 改变成了Bossanova的感觉 但又好像做不出当中的味道和效果 全首歌唱得不够吸引 甚至有点闷闷 可能她的键 设计太低 当她唱到 活泼的心脏下沉调 梦里有她 又有极其妙 真的键很低 当然她也能唱到音 但完全是不够吸引 而且这个版本 真的改变得一般 整首歌变成低音版的夜姬 如果她唱到原音版的夜姬 可能会好些 但问题就是她的咬字 有很多都不太好 所以安瓦熙来到这里 真的可能有些危机 如果她会不会在三甲之内 因为现在看来说 很多对手的走势比她更加强劲 最后安瓦熙得到86分 我们也提及到张戒天 张戒天的评分 也是给她18分 但如果純粹以我的角度来看 所以黄建文和安瓦熙不应该相等18分 可能她只有17分 也不定 黄建文可能只有19分 其他人都给18分 最后86分 稍微高了些 第四个要说的是 陈焉娜选唱傻女 如果不是预先知道结果 都不知道无线是有意无意 所以剧透了今集是要回到刘可 相信一班刘可粉丝 真的越看越开心 看到陈焉娜唱得这么差 这次还在想 牛可一定有够 陈善庭刘可一定可以逃离危险 陈焉娜唱得这么差 怎会得分高于79分 所以大家都怀着 开心的希望 陈焉娜唱的 很可惜 就是 母线一早剧透了 今集是要回到刘可 所以 怀着另一种心情去听 究竟陈焉娜唱得这么高于79分 唱得比刘可和陈善庭更好呢? 不觉 陈焉娜一开声就走音了 她还唱得更加弱了 一开口就脱了 当她唱到 就将身躯交与你 准許我自己做旧角色 准我快乐地重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 说起到名是走音了 不知道评判听不听到呢? 到最后一句 唱到 穿起你了无言无依 当跟你贴近 又唱错歌词 那么多的严重失误 竟然可以得到81分 最初听官方节目的预告 最初听官方的预告文稿 谓陈焉娜失误 所以最初我的预告 还在预告 都猜陈焉娜 应该是扣起劉可和陈善庭的 但是真误认为 竟然让她得到81分 囂囂行行 纯纯利利 过关了 所以车员的听话都滟了一句 看看评判评分,张佳比17分,所以高了一点 陈慧咸和沈宗言刘威王都高了 如果这两个,甚至吴sir不是比15分,而比较低一点 听到走音和唱歌词,比较低1-2分 这次应该是陈慧咸阳区的陈慧咸 所以他应该不值81分 不知道网友不同意我的意见 沈宗言选唱《月亮》,又改编了这首歌,我相当喜欢 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唱《欲至浩尔》的《走红色的心》 一双眼睛,外的吸力 真是越听越似 沈宗言属于一个爆炸型的歌手,他的声音也挺漂亮 今次唱得很松荣 而且改变得很有新鲜感 能够唱出所谓的激放的正能 在这么多的马来西亚歌手里面 沈宗言要唱歌的时候 你发觉他的广东话咬字都挺正的 但当他一说话的时候 譬如唱完之后,车员访问他 你就发觉咬字好像很大有马来西亚的厚音 但他唱歌又不太发觉 这点比丽媚似乎好一点 陈丽媚也是来自马来西亚 他唱歌时的广东话 发音都不太好 觉得沈宗言唱得好 因为他能够改变到 能够唱到当中的一些发放的正能量 和陈卫衡的版本就完全不同 唱出去的风格 整首歌的編排很吸引 沈宗言亦能够表达歌曲的正能力量 但有点觉得不太好 其实沈宗言好像可以更加放 他唱到最后的副歌一段 可以更加加强力量 可能会更加有明显的层次 和唱得更加好 另外他收了一段 收尾了两句 如果更加轻声 更加轻声 就会更加整首歌的編排更加完美 不过这样 他都得到最后的87分 但评分方面 陈卫衡给他和陈彦娜 都只有17分 我觉得不是 沈宗言在今次的表演 一定比陈彦娜唱的傻女 很明显的分别 如果陈彦娜17分 沈宗言起码18、19分 反过来陈彦娜17分 陈彦娜只有15分 不过这样 陈卫衡的角度 觉得他两个相同都不定 也没办法 我又不是评判 对不对 最后要说的是刘威王 他就选唱了《与泪抱涌》 刘威王在这个比赛里面 我经常发现一个缺点 就是他多时第一句 就不够投入 入得不太好 今次又是重度覆射 这个缺点还未改善到 他真的要想办法 一开始就要投入状态 每次第一句他唱得不好 真的影响整首歌的表现 但他唱到后期 他唱到副歌的部分 感情完全投入 越唱就越好 唱到副歌 《迷痴痴的我,欲动难动》 《原谅我,原谅我》 就非常投入 完全进入他的状态 这首歌真的不容易唱 比较激昂 副歌高音转声的处理 真的要很有技巧才处理得好 但《与泪抱涌》这次 在这个部分 是做得合格有余的 他的感情其实也做得很好 只不过初头 入得不太好 还有部分的后康共鸣做得不好 影响了效果 还有很欣赏 这次是刘威王的感情做得很投入 在尾段的时候 加强了力量 唱得很有力量 很明显 将第一段和第二段 即是将几段的副歌 做到不同的层次 整首歌真的唱得不错 评判对起的评言似乎不太好 令到刘威王很紧张 以为自己会很低分 TVB在这方面 真的懂得营造气氛 令到如果不知结果 以为刘威王低于79分 会被淘汰出局 结果不是 刘威王得到85分 刘威王顺利过关 如果跟陈燕威王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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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跟陈燕威王的17分 似乎不是等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